国民健康署提供40岁到64岁民众 每三年一次55岁以上原住民 及65岁以上民众 每年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根据国健署106年资料显示 当年全国有超过188万人接受服务 不过还是有许多民众 不知道有这项服务 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的平台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要如何去使用它 因为我们并没有就是在目前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样子的一个区块 资料分析显示利用率最高的是60到64岁族群 利用率最低的则是40到44岁族群 特别是40到44岁男性不到四分之一 使用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显示男性比较容易轻忽健康检查的重要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像我去年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就去健康检查才知道 我原来我身体有那个肿瘤指数太高 就这样我就去提早发现 然后提早处理 40岁到44岁的这个族群的话 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最低的一个族群 大概有23% 但是以性别来看的话 那男性又更低了 那男性只有20% 所以我们呼吁在这个年龄层的不管是男性女性 我们都希望不要忽略了身体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国建署在进一步针对国人常见六项健康问题进行分析 新发现高血压的比率为21.3% 高血糖8.8% 高血脂25.8% 腹部肥胖者比率47.4% BMI大于27者比率25% 腺功能异常者比率19.9% 国建署表示 符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资格的民众 可以到全国6000多家医疗院所接受健检 及早发现进行治疗 原始新闻是徐家荣 桃园复兴台北市采访报道